我认识了一个和平的政党的时候,是在跑地都有一个座谈。 有一次,民主党员在这个比较大公园, 在Kick out,开启,我又想这样。 我第一次,我做了故事几十年, 我第一次,听到最难过的一句话。 而且这个话,出自之前是民族派, 而且是基督徒文化。 到时候,牧师有点难过, 他跳成神贵。 神贵一世是欺骗教,用宗教欺骗教。 我说了几十年,牧师,没有人。 我在那厂厅,我现在不是要是说他的名字, 因为他也在做,他是不要激进,很激进的那一块。 他怕呢,在人中晚的是,把我们三十人退。 所以他又看着,我们是不是要做。 因为他们很激进嘛,他们都不敢说公民抗命。 那三个月,一个是两个学者,一个牧师, 怎么能做得成呢? 他就怕说,你们会退。 所以,他都能跟着我们, 这样好像那些建计派那些人员一样, 跟着我们,在骂我们。 这样呢,我当时是有点难过的情况。 第二件事,我比较难过的, 在11月30号。 当时呢,学生确定要穿。 学生确定要穿。 所以,学生确定要穿。 我当时,学生确定要穿。 他跟他们开会的时候, 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穿呢? 他们都到处。 他们就说出来,说, 我们要回应那些激进派所要求 这些最后冲 每个激进派都不在里面 这是所有人还没冲 那个墙面 现在无想起来 我都很难受 我跟景峰说 最近这个地方 天马公园是一个安全地带 有机会的人可以找到天马公园 然后如果有人要退 在那个海旁上面可以离开 但是哪天冲啊 但是你竟然这样拿着一个在家做的一些东西 就去冲警察 那被警察打 打得很厉害 我看着电视的时候呢 我马上就想起六四的事情 六六四我又经过这个画面 看到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警察追这些学生 打到这个海湖中心 冲破了我们当时协调的天马公园是那个文春区 在那个文春区 在那个文春区 我都没有睡好 因为 我 我们三级就是想 我自己的考试 因为 任何一个运动 都应该有个安全门 最后我们能够可以走 那个安全门不能封 封了就没有冲 最后好像是11月30号 那种同样的矛盾 给人打 为什么我重视这个 跟政府谈话对话呢 因为对话是我们最大的安全门 当你有对话的时候呢 政府不会打 不会开车 一直在谈分 如果一一次不成功呢 第二次呢 然后 如果有一点都是我们得到那 我是主张 不给政府清场的一个人 清场是最糟糕的事情 一级警察清场 就把我们的实力完全陷入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 要进 要群众 退 也有能力叫群众 退的话 那种力量 政府就要拆 你有多少能力 但是最后 要清场的时候 就两万里九个人 坐在那个街头上 那大部分是 年转的人 两万里九个人 所以 最后那个 给人家打的那件事情 对我来讲 很深刻的 真的很深刻 很多人说 好像我被安错了位置 因为 我是经历八九六四 我下到北京 我帮中国 民意人士 投入中国 我见到最后的结果 可能是有人要投往 政府 可能 不会放过 这点 我们完全住在 一股的当中 当然 我没有想到 19年的事情 现在其实 是 有很多人 累赛了 包括我 我没有想到 八十岁 我还是要 离赛 我九七年 一个 太阁山 老公的姓 但是 我没有想到 八十岁 还没 我这次去北美的时候 见过很多 离赛的那些人 年轻人 还好 以前 那些照顾八九 明月人士 那些 那些朋友 还是照顾 19年 以上的 学生 帮他们筹备 学费 提供他们 住宿的地方 为他们找工作 都是那些朋友 八九那些朋友 现在也是做八九月 那个时间 那个工作 帮助那些 旅上的 学生 什么 学究 政治病难 或者其他的 帮助他们 那 我跟他们说 这个是 很简单的工作 当他们 第一次又问我 怎么样做的时候 我说 这个是最大分难的工作 因为 一 离山以后 那些人的心 不忍 赤兔 怎么样 知道 某些什么地方 现在 新疆的人 知道外国海河 八九那些 疑问是有问题的 知道 法国 不到法国 去美国 也都不英文 那他们的 还比较 艰难一点 现在 那些学生 知道 加拿大 知道 其他地方 他们不在英文 可以念乎 如果能 念书 那他们 再进学校 念书 大家 知道 有一个 下园的 论师 他现在 已经 要进去 学校 在同都 法律 希望 能够 在外国 的地方 可以重施 他的工作 那是 有一个事情 是很 如果他们愿意 重新 去装备自己 适应 那个社会 重新去 找一份工作 那个是最好的 一个 所以 我得告诉那些 帮助人 好 我以前说的 现在也说 如果你上了 第一 然后念书 的 苦力是什么 念书 然后工作的 应该是工作 要把自己 记忆力的能力 提高 然后 你在外国的生活中 稳定 稳定了 以后 再做一些 有意义的工作 应该是最好的 一个方法 这个是 八九的 我对八九的文艺 人士说的 到 现在 我也是对那些 李善的 兄弟姐妹 所做的 要是 你可以工作 你的工作 你 念书 就用你 念书 这样的话 你就马上 把自己的身 心里 安顿下来 如果你的心 安顿下来 那就有明亮 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 从 十一月 三十号 我 直到 未来 大概是 人家 为什么呢 到我们 二零一四年 我们三个人 借过了 人家月 五月 五月 我们 我们 见他 我拿了八十万 那个投票 去见他 跟他谈 他眼睛看都不看 戴药庭 然后 我给他的 那个八十万 那个 就放在那个 说法上 都没有看 他直接说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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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曾经们 就说中了 曾经们 跟他说 如果我们 这些 温和派 温和的 建议 你不听 你这样 就面对 一个问题 第一 本土派 有心急 第二 激政派 不出来 那 这两个警告 他没有听 所以 后来的发展 一六 一九 就马上 他们要面对 这个问题 所以 我不晓得 我到现在 也不晓得 林这样 又 他的本性 还是他的位置 是这样 我都不晓得 这个人 我以前 还是有点 并非了解 这个人 但是呢 在厨林 的宋终之前 里 等到 一个四十三 一个宋终之前 人 不晓得 他是怎么 的人 他的本性 是这样 还是他的位置 要让他这样做 我都相信 不过 我对于黎山的手足 我非常紧张 了解他们的脑袭 但是 在这个时间 我已经知道 大事件 的结果 是这样 所以 我是难过 我是难过 我待着 来 知道 这个结果 火源 就是在那 刚刚陈建文说了 其实 学生 跟政府 又对谈的时候 其实 我们相当好 的条件 就开会了 相当好 那个条件 才开会 在四个条件当中 他答应 一个条件 这是 民间 可以写 自己的报告 因为他是 他们承诺的 所以 这个承诺 我们可以写 一个报告 我们真的可以 认真写 一个报告 我记得他们 下来的时候 一个 计则大事 我跟那个 学校说 写了 我可以帮你们写 民间的报告 但这些可以 进 可以退 对吗 写的报告 如果他 不进 那我们就进 接着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 最后 学生 我准备 进来 那个晚上 我都收到电话 因为学生 在那个大台 跟大耀廷 跟大耀廷 在那个大台讲话 喊 记住 我 那个小人 警察 就打了电话给我 祝牧师 他们为什么 一直去 讲的话 不一样 那怎么样 怎么办 有什么 那里头他们 那么激动 我 都没有办法说 所以 11月3的时候 是我最痛苦的 一个晚上 看到他们的船船被打 然后 然后 我知道 可能是 会被抓的 那 如果 被抓 那就看到 八九 可能的 重复出现 再相当 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